叶青梅和五竹边走边聊 来到王宫外 叶青梅打算还是从冷宫飞进去 顺便参观参观 五竹点点头 抱起叶青梅 轻松地飞进了王宫 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后花园中 叶青梅的余光看到甲山那里 站着一个人 她转身看去是自己熟悉的人 林颖的弟弟林霄 林霄看到叶青梅眼中 明显喜悦了一下 瞬间又黯淡了下来 没有情绪地说道 你是来找那个大魔头 林颖的吗 叶青梅微皱一下眉头 疑惑地问道 魔头 难道他练功又走火入魔了 林霄 你怎么回来了 是被林颖找到的吗 先不聊了 你先在此处等我 我找林颖 有些事要说 说完 叶青梅就向前走去 正当叶青梅疑惑时 由远而近 飞过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身影喊道 青梅 叶青梅看清眼前人 指着林霄 好奇地问道 他说 你是魔头 怎么回事啊 四孤剑 微皱一下眉头 看了看自己的弟弟 说道 小二 你在这里啊 林霄望着四孤剑冷冷地说道 我要离开这里 和他们一起 化落 他转身便走 叶青梅无奈地看着这两个人 愣愣地反问道 林霄 还没有释怀你当初想杀了他的事情吗 四孤剑叹了口气说道 我杀了林府所有的人 差点措手连他也杀了 现在 又杀了王宫里所有的王族 你 是不是觉得 我很残忍 是不是觉得 我冷血无情 叶青梅想到那日的飞鸽传信 他告诉自己 已经控制了整个王宫 让自己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会再有人阻拦 他又想到当初自己跟他说过的 要心有大爱 要敢想敢做 叶青梅不知道 原来他如此做了 看到他现在并不能释怀 叶青梅忽然觉得他很孤单 让人心酸的孤单 他微微一笑说道 我不觉得你残忍 相反 我觉得你有仁爱之心 忠义之胆 为了东一国万千百姓 你宁愿自己承担无限的压力和骂名 你知道吗 刚刚我从城门走到王宫 一路上 我看到了百姓久违的笑容 听到了他们自在的聊天 也体会到了他们 难得的安乐生活 这些都是你给他们带来的 你受够了他们的残暴 受够了他们的奢命 受够了他们唯我独尊的霸权 忍无可忍 你才做此决定 你这是替天行道 所以 你不是残忍 四孔剑的脸上浮现了笑容 他依旧静静地看着叶青梅 久久才由衷地说道 你就是上天 派下来的女神 今生有幸遇见你 真好 青梅 我 还有一事想求 叶青梅点了点头 笑着问道 什么事啊 四孔剑 单膝跪地 恭敬地说道 我想请求你 把我弟弟带走 心心培养他 只有你 能给他光明 叶青梅赶紧扶起四孔剑 淡笑着说道 你我之间 不必如此客气 你早知我回来 就故意引他 在这儿等我吧 我想即便我不来 你也会引他去找我 对吗 终有一日啊 他还会回来找你的 既做了决定 就永远不要后悔 记得有一句话叫做 日久见人心 我相信他以后 会明白你的 四孔剑 点了点头 心里是难掩的激动 自己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全天下 只有眼前这个女子 能够理解 人生欲以知己 何其难在 他怎能不激动 叶青梅觉得 四孔剑 走的这条路不容易 但是 既然选定了这条路 就一定要 从一而终地走下去 以后 他不再是林颖 他只是四孔剑 不再为自己而活 他要为整个东夷城而活着 守着一城百姓安宁 就是四孔剑此生 永不磨灭的使命 叶青梅 等待着剑炉 鸣满天下 四孔剑 双眼流露真情 恭敬地说道 定 不负青梅所望 叶青梅点点头 好了 我也该走了 日后有什么事情 飞个传信吧 太平钱庄 是我为你而设立 那里 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叶青梅 拉着五竹便走了 不远处假山后面 林霄正在等着他 林霄 好像又看了看四孔剑 转身 跟叶青梅离开了 四孔剑站在那里 一直目送他们离开 轻声 自言自语道 小二 我等你回来 回去的路上 叶青梅问道 林霄 是你哥哥找到你的吗 林霄淡淡地说道 我已经不叫林霄了 我叫吴秦 叶青梅撇了撇嘴 好冷的名字呀 不过挺好 继而抬手指了指五竹 又说道 我身边除了他 不留男子 回去之后 我会给你找个大哥哥 他会照顾你的 不过你也依然还是 在我身边 只是 不会时时刻刻 跟着我而已 吴秦点了点头 一行三人 就赶路了 此路才刚刚开始 前方还不知 有多少艰难险阻 不过正如叶青梅说的 既然已经选择 就绝不后悔 从一而终地 坚持一条路 是最幸运的遇见 叶青梅做事 一向光明磊落 他知道 要想让吴秦 在他身边安稳地待下去 必须在这之前 就把这些话说明白 看到此刻 已经放下防备的吴秦 叶青梅 知道自己对了 从庆国出发前 叶青梅 已经考虑好了 东夷这边的生意问题 月娘 已经给他培养了 几个得力的助手 此时 在东夷负责 前期准备工作的人 正是董大哥的儿子 董月 太平钱壮 刚刚筹备完 还没有开业 董月一眼就认出了叶青梅 赶紧笑脸相迎 叶青梅跟董月 道了生辛苦了 董月赶紧摇头 连忙说给叶青梅办差 从来都不辛苦 叶青梅点了点头 交代董月 他们要在此住上一宿 明日启程 东夷城里的大小事物 有需要他做的 尽管说 董月赶紧笑答 别的事没有 就是叶青梅之前的 这些个生意规划 还有一部分他不懂 希望叶青梅给他解答 叶青梅在东夷城内住了一宿 把东夷城以后的商业规划 全部交代清楚 全城都是让吴晴在旁边看着 转天出城的路口 吴晴难得开口问道 青梅 那些想法 都是来自你 叶青梅点了点头 是啊 都是我的点子 你有不同意的地方 吴晴摇了摇头 如实的说道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生意还可以这样做 青梅真厉害 以后我也和他们一样 叫你小姐吧 青梅扬了扬头 自豪的说道 我厉害的地方多了 慢慢看着吧 以后东夷这边的生意啊 你可以多回来关照关照 吴晴点点头 淡淡的问 叶青梅这么放心 把生意放在东夷城吗 叶青梅看了他一眼 告诉他何止是东夷 骑国 晋国 沁国 他的生意要遍布全天下 叶青梅扬起马鞭 高喊一声 驾 他已经骑着马 率先跑了出去 五珠紧紧的跟着叶青梅 无情的眼中 充满了更多的希望 也赶紧驾马 跟了上去 叶青梅他们 回到海北城时 太阳已经落山了 陈萍萍在大门口 已经眺望多时 远远的就看到 叶青梅的马 向这边走来 叶青梅也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陈萍萍 加快了马儿的脚步 到了院门口 五珠率先下马 又把叶青梅抱了下来 叶青梅笑着问道 萍萍 怎知我此时回来啊 陈萍萍赶紧上前说道 小姐啊 你可回来了 边往院子走 叶青梅边问道 什么事情 如此着急啊 此时 严将军 废介 范健 站在院中 看到叶青梅回来 也是异常高兴 叶青梅看到他们几个 更加疑惑 你们怎么都在 严将军上前 恭敬的向叶青梅行礼 告诉叶青梅 他前脚刚走 荣王传信来 与齐国交战 他们败了 叶仲将军重伤 收到信件 晋王立刻带着 严若海和其他几位将领 赶往支援 两个时辰前 他们收到战报 又败了 晋王和严若海 都被齐国打伤 范健赶紧补充 叶青梅再不回来 他们就得去东夷城找人了 叶青梅已经来到大厅 陈萍萍赶紧给叶青梅 倒了杯水 告诉叶青梅 他们刚商讨一下 先由他和费介 前往支援一下 如果叶青梅愿意 就跟他们一起过去吧 陈萍萍萍说的是 只要小姐过去 五竹肯定就跟着了 叶青梅问道 骑过来的主帅是谁 如此厉害 陈萍萍赶紧说道 这一仗 骑过势必要打退我亲国 他们肯定也想 借机侵占东一国领土 所以由国师苦和 亲自挂帅 叶青梅听到这个名字 不由地念叨 竟如此厉害 陈萍萍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过去我们与这人也有过接触 所以这次 荣王并没有觉得什么难处 怎知 他无意突飞猛进 我方 竟没有人能与他抗衡 叶青梅心里想着什么 不由地问道 你们说 武功高的有八品高手 九品高手 那 有十品 或更高吗 众人愣了一下 费介赶紧出声解释道 主子 目前这天下 也就九品上的高手 可是九品上的高手 叶刘云 却被武大人给打败了 所以按说 应该还有更高的等级 叶青梅想了想 随口念叨着 一代宗师 功夫深不可测 德高望重 应该如此 我觉得这世上 应该还有一种高手 是大宗师级别 比所有人的功夫都好 费介好奇地问道 主子 说的就是 武大人这样的级别吗 叶青梅赶紧摇头 我们家武竹 可不能跟这些相提并论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叶青梅这句话 说的那是一个傲娇啊 但是武竹心里却很美 严将军和陈明病心里可不美 互看了一眼 陈明病急切地说道 小姐 边关告急 咱现在 不是讨论武功等级的时候吧 叶青梅点了点头 起身 往旁边的偏厅走去 边走边说道 等我 厅里的几个人一脸无奈 费介忍不住开口问道 武大人 主子这是 不出意外的 武竹还是冷冷地说着 他让等 幸好很快叶青梅就出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 边走边说道 小猪猪 劳烦你跑一趟呗 其他人去了无用 只有你啊 能解决这个问题 武竹点了点头 叶青梅把信交给他 很随意地说道 你把这封信交给苦河 如果他看了还不撤兵 那你就打他一顿 我倒要看看 他如何厉害 武竹点点头 叶青梅又让费介随武竹一起去 要是齐国军队真不撤兵 那他就给他们下毒 让他们退兵 叶青梅竟说得如此轻松 好像他心里十拿九稳 苦河一定会退兵 在场的几个人 无不惊讶 这传奇人物背后 到底还有多少 是他们不知道的秘密 费介缓过神 赶紧点头答应 叶青梅摆了摆手 让他们赶紧出发 费介要带一些药物 需要稍作准备 叶青梅来到武竹身边 把英雄楚递给了他 但笑着说道 小竹竹 还是带着他吧 万一用得上呢 况且我不在你身边 就让他陪你 事情办好就赶紧回来 我在这里等你 一定要小心 武竹点了点头 费介正好过来 笑着说道 竹子 你心里应该说让对方小心 武大人这样的实力 还需要小心吗 武竹抬手拍了拍叶青梅的肩膀 转身利落的上马 淡淡的说道 出发 武竹能否让齐国退兵呢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